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进程管理之进程同步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学习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进行这个进程间的同步 第二个呢 是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进程同步的原则 第三个呢 我们需要了解进程里面的现成同步的方法 那么有时同学可能就会对这个进程同步还比较陌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两个例子来了解什么是进程间的同步 以及为什么需要进程间的同步 首先呢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著名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要描述的呢 这个问题描述的是 有一群生产者进程在生产产品 并且呢 把这些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进程进行消费 生产者进程和这个消费者进程并发的执行 那么在两者之间呢 就设置具有N个可缓冲区的缓冲池 生产者进程需要将生产的产品放到这个缓冲区里面 消费者进程呢 可以从这个缓冲区取走这个产品进行消费 那么这个模型看起来是这样子的 首先有几个这个生产者进程 这些进程呢 往这个缓冲区里面生产产品 同时呢 还有若干个这个消费者进程 那么这些进程呢 就从这个缓冲区里面取走产品 那么这个模型就是著名的生产者消费者的模型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模型 它生产和消费的过程 那么当这个生产者进程 它生产了一个产品之后呢 它就可以往这个缓冲区里面加一 也就是说缓冲区里面的产品多了一个 那么同时呢 如果消费者进程需要消费产品的话 那么就会往这个缓冲区里面减一 也就是说 我从里面拿走了一个产品进行消费 那么这个模型 我们在生活当中呢 是没有问题的 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在工厂里面 有生产者和这个消费者 那么生产者呢 生产完一个手机 或者是一个平板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手机 或者是平板放到某个仓库里面 那么消费者呢 就可以从这个仓库里面 取走这个产品 那么这个模型 在我们的宏观的角度来看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在计算机 微观的角度去看呢 就会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那么在计算机里面呢 这个缓冲区 它是位于高速缓存 或者是储存上面的 如果说生产者 或者是消费者需要操作这个缓冲区的时候 就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缓冲里面的数据取出来 放到计算机的寄存器里面 就是说 Legist等于Count 第二步呢 我们在CPU的寄存器里面 把这个Legist加1 表示说我生产完成了一个产品 那么这是第二步 Legist等于Legist加1 第三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Legist 放回到这个缓冲区里面 就是说这个Count等于Legist 那么这三步呢 就是我们操作这个缓冲区 必须的三个步骤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对比这个现实中的例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缓冲区 看作是仓库 而把这个Legist寄存器 看作是生产者的地方 或者是消费者的地方 那么这一个模型 我们再一看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这一个呢 其实当从这个生产者程序 或者是从消费者程序去看呢 确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两者并发执行的时候 就有可能出错 这里面我们再次提到了 这个并发的这个概念 那么并发怎么样执行的时候 出会出错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会把这个生产者的过程 和这个消费者的过程 并发的去执行看待 首先呢 这一边的这个红色的 是这个生产者生产的过程 接着呢 这个蓝色的呢 是这个消费者消费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执行第一步 生产者的这个第一个步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register和count 看作是两个部分的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假设这个count等于10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执行第一步的时候 register和这个count 它的值都是10 接着执行第二步 register等于register加1 那么这个时候 计创器里面的值就加1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register等于11 count等于10 接着在执行第二步的时候 假设两个进程是并发的执行的 那么第三步呢 就有可能轮到这个消费者去执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假设到了这个消费者的第一步 register等于count 那么这个时候呢 消费者的进程里面的寄存器 它的寄存器的值就是10 这里没有问题 接着我们在执行第四步 那么第四步呢 假设是这个消费者的第二个步骤 那么这个时候执行的是 register等于register减1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消费者里面的这个寄存器的值就变成9了 因为减了1 而这个时候 缓存里面的值呢 还是10的 接着执行第五个步骤 那么第五个步骤呢 假设是这个消费者的第三个步骤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寄存器里面的值 写回到这个缓存器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缓存区和这个消费者的进程器 它的值都是9了 好的 那么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个消费者的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操作就是这个生产者的操作 那么这里面呢 生产者还缺一步没有执行的 这一步就是把这个生产者的register 写回到这个缓存里面 那么刚才呢 在这个生产者的register里面呢 它是等于11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会把这个11重新的写回到这个缓存里面 这个时候缓存器的值呢 变成11了 那么这样子就有问题了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一个缓存区的值是10的 那么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发生了加1和简易的操作 那么加1和简易之后呢 它的值应该还是10才对 但是在这里呢 却变成了11 说明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为什么错误呢 错误的原因就是在于 这两个进程并发的在执行了 他们伦流的操作这个缓存区 导致这个缓存区的数据不一致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生产者消费者的问题 那么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程序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来到这个Linist Terminal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这个程序使用了两个线程 去模拟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这里面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在这个程序里面 定义了两个函数 一个是producer这个函数 一个是consumer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生产者 这个是这个消费者 在这里面 我们定义了一个全球的变量 number 在这里面我们初始化 它的number是零的 那么在这个生产者里面呢 它有一个循环 循环这个很多次 那么这个每次循环呢 都往这个number里面加一 表示生产的过程 同时在这个消费者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 也有一个很大的循环 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呢 每次都减一 接着在这个mai行数里面 创建了两个线程 来模拟两个进程 一个线程执行的逻辑是 producer的逻辑 第二个线程呢 它执行的逻辑是consumer的逻辑 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他们执行之后 它的值 number的值是多少 那么在这里面呢 无论是生产者 还是这个消费者 它的喜欢的次数都是一样的 因此呢 当这两个线程执行完成之后呢 它的值 number的值应该是零才对 但是实际情况 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先来运行看一下 保存下来 编译make 好的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编译出来了 我们把它执行起来 哎 我们第一次跑出来 这个number等于负的 这个162万 不是零 我们再跑一次 哎 这一次就等于 这个负的141万了 再执行一次看一下 哎 那么第三次呢 就得到这个负的400多万 可以发现这个number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执行几次看一下 可以看到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在最后一次呢 却意外的得到了零这个正确的结果 我们再执行几次看一下 发现每一次的值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问题 好的 回到PPT 那么在刚才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起了一个生产者线程 去模拟这个进程 在这个消费者 我们也同样的起了一个线程 去模拟这个消费者 刚才的这个number呢 就是这里面提到的缓冲区 那么这一个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 实际的例子 在这里面 刚才的number 这里面的缓冲区 就是我们所说的灵界资源 了解了生产者和消费者问题 我们再来看 需要进程同步的第二个注目的问题 第二个注目的问题是 哲学家进餐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描述是这样子的 有五个哲学家 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 是交替的进行思考和进餐 他们共同使用一张圆桌 分别坐在五个椅子上面 在桌子上呢 有五个碗和五支筷子 平时哲学家们进行思考 饥饿的时候 则试图拿取 靠近他们的左边和右边的两支筷子 只有两支筷子被他们拿到的时候 就可以进餐 进餐完毕之后 放下筷子继续思考 那么这一个就是著名的 哲学家进餐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重复一下 哲学家吃饭的时候的过程 首先拿起左边的筷子 然后呢 拿起右边的筷子 然后吃饭 这个问题呢 还是比较形象的 那么这个问题 为什么也需要这个进程同步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想象一下 哲学家进餐的时候 他会遇到什么情况 假设在这里面 有某一个哲学家 他肚子饿了 那么他需要拿起左边的筷子 右边的筷子进行吃饭 那么这个时候呢 第一步 拿起左边的筷子 接着呢 第二步 如果说他发现了 右边的筷子被拿了 怎么办呢 他等待右边的筷子释放 就是说 等待他右边的人 把这个右边的筷子给放下来 等待放下来之后呢 再拿起这个右边的筷子进行吃饭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 哲学家吃饭的时候 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 需要等待右边的筷子被释放 才可以拿起来 那么这样一看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况 假设有五个哲学家同时肚子饿了 并且同时的拿起左边的筷子 然后呢 他们都发现这个右边的筷子被拿了 那么他们五个怎么办呢 他们五个都会等待这个右边的筷子的释放 但是呢 这个时候 所有的筷子都被他们自己拿起来了 所以说 他们都拿不到这个筷子 只有相互的等待 但是他们之间呢 又都不会释放 因此呢 他们五个人都饿死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们五个人吃饭的时候 最极端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呢 就是哲学家经常的问题 那么这个例子呢 在这里面看起来是比较形象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把这个筷子换成这个资源 把这个哲学家换成这个进程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计算机所要面临的问题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计算机里面 著名的哲学家经常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模型里面的筷子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离界资源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两个模型 它发生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 根源的问题是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通信 什么意思 我们假设 在这个第一个模型里面 如果生产者通知消费者说 我已经完成了一键的生产 又或者说 在第二个模型里面 一个哲学家需要吃饭的时候 跟旁边的人说 我需要进餐了 你们别拿我的筷子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此呢 就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需要进程间的同步 也就是说 吃餐者需要告诉消费者 还有就是这个哲学家 需要告诉旁边的哲学家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进程间的同步 那么这个进程间同步 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的问题就是 对竞争资源 在多个进程间 进行使用秩序的协调 比如说 在刚才的筷子里面 我们先让第一个哲学家吃了 然后再让第二个哲学家吃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使得并发执行的 多个进程之间 可以有效的使用资源 并且相互的合作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我们需要进程间 同步的根源的一个需求 了解了进程间 为什么需要同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 本捷克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 进程间同步的原则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呢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临界资源指的是 一些虽作为共享资源 却无法同时被多个进程 或者现成共同访问的 共享资源 当有进程需要使用这个资源的时候 其他进程必须依据这个 操作系统的同步机制 等待进程的释放 才可以重新的竞争 使用这个资源 那么这个共享资源呢 就称之为这个 临界资源 我们在编程里面 或者说在操作系统里面呢 都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资源 我们后面在工作 或者是在这个 编程里面呢 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临界资源的这个概念 那么为了对这个 临界资源进行有效的约束 这里面就提出了 进程间同步的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是这个空闲让进 第二个原则 是这个盲者等待 第三个原则呢 是这个有限等待 第四个原则呢 是这个让权等待 什么意思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是第一个原则 空闲让进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的比较简单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临界资源 没有被占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这系统应该允许 某一个进程 使用这个临界的资源 接着是第二个原则 满则等待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 指的是 如果说已经有进程 占用了这个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应该防止 别的需要使用资源的进程 继续使用这个资源 而应该让其他请求进程 等待这个资源 被占有的资源 释放掉其他进程才可以使用 这一个临界资源 那么这个呢 就是盲则等待原则 接着是第三个原则 有限等待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 是在这个盲则等待的基础上的 临界资源被占用了 但是呢 你要保证 我们别的等待的进程 它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可以使用到这个资源 以避免外面的等待的进程 将使等待 那么这一个就是有限等待的这个原则 保证有限时间内可以使用到资源 接着是第四个原则 第四个原则是这个让全等待 指的是 当外面需要等待的进程 等待的时候呢 进程应该让出这个CPU 也就是说进程从这个运行状态 进入这个阻塞状态 那么这个呢 也是保证这个CPU可以高效的利用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了解了 进程间同步的原则 那么进程间同步 它有哪些方法呢 有这个消息队列的方法 还有这个共享存储的方法 以及使用这个信号量的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呢 都是进程间同步的时候 经常使用的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呢 也是我们实际编程之中 经常会用到的 因此呢 我们在下一章会重点的介绍 这些进程间同步的方法 我们也会实际的操作 完成这里面的编程 因此呢 同学们在下一章 还会学习到这个进程间同步的这些方法 好的 在这里面了解了这个 进程间同步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 这一节课对三个部分的内容 现成同步 那么在了解现成同步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也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进程的和现成之间的模型 那么在这个模型里面呢 一个进程可能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现成 并且这个现成呢 是共享这个进程资源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进程里面的多个现成 并发的去使用这个进程资源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 其实在现成里面呢 也同样的会发生前面所介绍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以及这个哲学家问题 因此呢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进程间多现成也需要同步 因为我们进程里面的多个现成 会并发的去使用这个进程里面的共享的资源 那么在刚才的实际例子里面呢 我们也是使用了两个现成去模拟了两个进程 操作这个全局变量number 那么这个number呢 就是相当于属于这个进程的资源 那么在刚才的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也是重现了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问题的 那么这个现成同步 它有哪些方法呢 主要方法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使用这个互资量 那么这个呢 是保证多现成 他们可以互斥的使用临界资源的一个锁 接着呢 是这个读写锁 那么读写锁是应对这个多读少写 或者是多写少读的这么一个情况 而发明出来的一个锁 接着呢 是第三个自选锁 以及第四个这个条件变量 那么这一些现成同步的方法 也是我们在实际工作或者是编程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方法 因此呢 这些方法 我们在下一章也会重点的去介绍 并且会实现这些方法 来完成这个现成的同步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接近尾声了 简单了 回顾 三个部分的内容 为什么需要进程间的同步 以及进程间同步的原则 还有这个现成同步 在第一个部分 我们重点了解了两个问题 生产者和消费者问题 第二个是哲学家经常问题 那么这两个问题呢 是我们需要进程间同步的 或者说需要进程同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接着我们了解了进程间同步的四个原则 那么这四个原则呢 也是我们在规范这个临界资源使用的时候 必须要使用的四个原则 接着是第三个部分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简单的介绍了 现成为什么也需要同步 以及现成同步的方法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